在高雄風山 有一間國中生業的老師 今年九月對學校 調去教育局的好安息上班 所以讓這個高雄市教育 這件工序是很不滿 因為這位老師 勝出後 學生的案件是全科累累 所以調去教育局上班 定義是成功 這個教育局表示說 考慮到這個影響的展品 是這麼大 高評要不要做出 改築評價進行呢 這個老師從明天開始 還是不必到校安息上班 當然諷刺啊 好像開玩笑的笑 我們把那個學校的笑 改成開玩笑的笑了 笑信若老師的調令 是一個笑話 高雄市告訴這位工會 這位市政府 對更是勝出後 學生的案件的老師勤勤奉嚇 沒有給人改品 還給他調去 扶著轉市 校安安轉單位上班 企圖打開女學生的那個廁所的門 還有一個案子是 他趁著女學生回來 學校拿成雞蛋 就觸摸他的手 工會在處老師 發生這個在紅色摸 一個國中教授性 也要漏出 但因為隊長 畢業路學生 給人檢查 這次又讓人信守 像說涉嫌畢業路行時 開路學生的切搜門 又像探校道時 都在路學生旁邊上八項情義 經過調查 四人成立竟然大國 後來到教學 是跟教教教來學安息 讓民營代表批評是 領慮成功 有懲處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狼師的性騷擾的行為 是確實存在的 為避免該教師與學生有接觸機會 佔掉教育局處理 非學生相關事物 教育局會持續的嚴加 注意該教師行為 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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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所以請好好招開 告平會心意 還沒改範之前 它只要規定定品 也不需要去好安息上班 記者綜合報道